你会看所谓的公办民办吗 民办好专业还是公办差专业 你将来到走工作的时候 谁看你民办公办 而且的话你好专业差专业 你是啥 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的目的是 学医进公立医院 那公立医院的话 有的可能就不要民办 对吧 你以为的好专业 它不一定是好的专业 你这个得具体一点 你高我的话 我宁可上民办好专业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所说的 专业会跟你一辈子 学校可能只跟你四年 对吧 你上个公办 到我们这种私营企业 你能给我挣钱 你OK 你不能给我挣钱 公办民办好使吗 不好使吧 而且我也要看你简历的 你干过什么呀 我现在招销售 然后的话你上大学 啥也没干过 你跟我说你拿了什么奖学金 跟我说你做了什么科研项目 你也没实习过呀 你没在这个岗位干过呀 然后一个民办的同学 上大学啥也没干 静承田捣动这种事 那你要那个呢 你是用人在为你要那个呢 你会看所谓的公办民办吗 各位 你自己做个生意 你会说因为公办就要它 因为民办不要它吗 你不得看他给你挣了多少钱吗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哦